今天我们来看一瓶透明玻璃瓶的茅台王子酒 我敢相信绝大多数的喜欢酱酒的朋友都不认识这瓶酒 都要怀疑它的真实性 那我们来看这瓶酒是啥呢 其实我们去年的视频里面已经分享过了 这是第一瓶就是首发的茅台王子酒 都说十年王子赛给瓶 我敢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句话就是忽悠你的 王子酒酒是1999年首发的 我认为他还是晒不了飞天茅台 当然他在个别的地方肯定会比飞天茅台要突出 当然指的是新酒 毕竟十阶的沉淀在那里 但是要论均衡的话 我觉得那肯定和飞天和茅台区别还是差一些意思 好吧 咱们还是来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1999年 王子上次作为皇帝的儿子嘛 也就是太子 这个颜色不知道朋友们能看得出来不 实际是微黄在这个瓶子里面装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酒花 其实之前我已经摇过这个酒花的 散的比较快 这个度数应该是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如果要买这样的酒呢 去年的价格是在这个4000好几 反正是买贵买贵的 你以这个价格到现在很凉的话 可以买一瓶 十多年的茅台就喝了 比如08年的 但是这个肯定是没有08年的茅台好喝 但是这样呢 就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它的收藏属性远远的大于它的和平属性 就如果说您喜欢收藏一类的 那么您就买它在您的柜上去放着 哎呀有意思有故事 这个是值得收藏 但如果说您要买这瓶酒去喝 就单独的品鉴 我觉得就没必要 因为它就没有什么性价比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 除外就是您要想把这个酒 就像我们做自媒体一样 如果它们带来牛亮了 或者您再请一个对这个酒 有特殊爱好 或者有特殊需求的 它也能体现出这个酒的价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